Hello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爱妮论米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部脑洞大开的僵尸电影《僵尸管家》 它描述了一个家家户户拥有僵尸打理家屋的世界 这个危险与辩解共存的方式 对人们来说究竟是好是坏 你又有没有勇气养一只僵尸管家呢 一起来看看吧 很久很久以前 来自外太空的辐射云彩笼罩了地球 而这些宇宙粒子能够使死尸复生成为僵尸 他们的需求只有一个就是食人生肉 人类和他们展开大战 在战斗中一名博士发现 只要破坏僵尸的大脑 他们就会立刻毕命不再重生 博士还研究出了一个驯化巷圈 只要将它安置在僵尸脖子上 并且红灯亮起后 就能抑制住他们对人肉的欲望 从而变得温顺 不过一旦红灯熄灭 他们又会恢复本性 就得立刻报警 十几年后 僵尸基本成为了家家户户必备的主手 除了提米一家 因为他的爸爸害怕僵尸 但是拥有一个僵尸管家 基本可以算是地位的象征 在妈妈的百般请求下 提米家也终于有了第一只僵尸 便给他起名费多 提米一直觉得僵尸很蠢 笨手笨脚的扔个球都扔不好 但是就在一次他被欺负的时候 费多站出来赶跑了那些人 提米就这样开心地接纳了他 将他当做自己的朋友 和他一起玩棒球 但是笨手笨脚的费多并不会接球 于是提米将他当狗狗样 把球扔出去让他捡 没想到球刚好滚到了一个老太婆脚底下 费多错过气剪吓了他一跳 他便用手上主的拐狠狠地揍费多 没想到这一高 导致费多脖子上的胸化圈失效 恢复僵尸使人本性的费多 立马将老太婆摇死了 提米寻声赶过来 见到这一幕吓坏了 幸好费多脖子上的胸化圈 及时恢复了正常 才没有让提米受了伤害 吓坏了的提米不敢采取任何行动 直接带着费多回了家 可是他忘了 尸体留在原地是会变异成僵尸的 当晚老太婆就变异了 还袭击了一个遛狗的路人 此时提米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害怕老太婆的尸体被发现 费多就会被抓起来杀掉 于是他趁夜色带着铲子 想要去把老太婆埋了 第一步就是将它尸首分离 然后埋进了花园里 真不知道一个小孩是怎么做到这种事的 我这么大的时候还在玩四三九九呢 老太婆消失的通告迅速遍布整个小区 一直欺负提米的两个小孩跟警察检举 是提米家的僵尸杀掉了大太婆 尽管他们并没有看见 只是单纯的想整提米 所以才这么说 见警察根本不相信他们 他们又掌上了提米的麻烦 将他和费多绑在树上 然后破坏了费多的羞化圈 让他恢复僵尸的食人本性 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是一只温柔的僵尸 他一心只想保护对他好的家人 恢复本性的费多挣脱开绳子后 咬死了欺负提米的两个小孩 但是奔手奔脚的他 没有办法解开绑着提米的绳子 他只能走回家去找提米妈妈求救 而此时被咬死的两个孩子 因为没有尸首分离 全都变成了僵尸 眼看就要袭击提米 幸好妈妈和费多及时赶到 将他们抱头 然后一把火将他们烧了 另一边警察发现了 藏在花园里的老太婆尸体 还有一只带洗的蹦球 上面署名提米 于是费多就这样被抓走了 但是他并不会死 因为一个聪明的僵尸 还有不少利用价值 费多被安排进厂里工作 提米为了救他 偷偷溜了进去 没想到被警察发现 提米因为和僵尸交朋友 已经间接地害死了不少人 现在又来工厂捣乱 警察非常生气地 将他扔到了满是僵尸的区域 幸好提米的爸爸及时赶到 扑倒了警察和他扭打在一起 提米得意转动警察 留在门上的钥匙逃了出来 但是一声枪响 爸爸中枪了 提米直接破坏了费多脖子上的羞化圈 让他咬死了警察 提米爸爸的葬礼过后 他仍然还是幸福的餐口之家 因为僵尸费多会一直陪在他们身边 这个剧情走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呢 隐约觉得提米根本就是个熊孩子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了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 陪你一起养一只姜 算了我不敢养 谁养谁养吧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产枯和你 下期见啦 下期见 下期见